哈囉大家好,我是你的家楊德瑞 歡迎回到新手戰特區 今天這一集要來教大家的是 可能還不會這麼早遇到 但也一定會遇到的一個路線 也就是我身後的像這樣 上坡喔! 大家應該也對於上坡很好奇吧 平常啊,以新手可能特別有感 就是當我在路跑賽或是訓練遇到上坡的時候 一定從原本的跑步模式變成步兵模式 直接只能往上走的方式 台北很多馬拉松都要上那個建國高架嗎? 還有那個原山那邊花博的橋 所以其實今天這集的目標就是要來帶大家 如何可以克服像這樣的上坡 讓你在遇到上坡的時候 還可以有效的去調節你的呼吸狀態 不會在上坡的時候就開始喘到不行 直接變步兵模式 OK,那我們就今天開始主題 上坡下坡的跑步篇 會覺得進前肌很痠 這跟你的身體前行角度也會有關係 第二個步距縮小一點 首先我們要先了解在上坡的過程當中 要怎麼樣跑會比較輕鬆 為什麼大家在上坡的過程 都會覺得身體特別的疲勞 而且很喘 通常因為在上坡的過程 如果你的腳原本的正常平路的模式 你只要抬起來往下踩 就會產生位移前進 可是你看我們現在在這樣有 傾斜角度大概4-6%左右的上坡的情況 其實我的腳在踩下去的過程 前後腳就已經會有一個高低差的落差 在這個情況下我的前腳還要用力支撐 才可以把我的整個身體的重心往前撐過來 在位移的過程當中 就會讓前腳支撐腳會有很大的負擔 所以在跑上坡的移動過程當中 如果你的步屏很慢 步距很大 你就會越跑越累 原因是因為你都要讓你的身體 從一個低的位置 踩在高的位置支撐起來 這個時候其實你的腳 會一直不斷的在累積你的疲勞感受 所以在跑上坡的過程 第一個最重要的目標 就是減少出地時間 縮短你的步距 所以我們在跑上坡的 第一個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把你的步屏加快 把步幅縮小 才可以讓你在往上移動的過程當中 減少肌肉出力的狀態 所以在上坡的過程 除了剛剛講的第一個 縮小跟縮短時間之外 第二個很重要的就是重心的角度 一樣我們從側邊看你的身體 如果你在正常平路的情況下 你的腳應該是90度 螞蟻也太多了 等一下 我剛剛整個腳都是螞蟻 所以我們在上坡的情況 就會需要有點身體前傾 讓你的重心直立的角度 跟地板的水平線成一個90度的垂直 這樣才會有垂直的地性引力拉住你 所以當我在往前移動的過程 要往前進的時候 就必須要比平路的前傾角度再更多 才可以讓我在上坡的時候會有移動的效果 所以你看我現在這樣站 雖然腳看起來已經是有點微微前傾的情況 可是是不會前進的 但我要前進 還是要把我的身體重心 拋超過這個90度的線 才會帶動我身體往前進 首先我們要先來了解 在上坡的過程當中 為什麼會跑得比平路還吃力 我們看到現在的這個地板 大約是平均4到6%左右的這個上坡前傾角度 其實大家想像 你平常站在平地的情況下 或是你現在在看影片的時候 稍微站起來 你的腳跟你的身體 應該是成一個90度的垂直面 因為你的身體跟你的腳 成90度的情況下 就可以讓地吸引力拉著你 不會過度的前傾或後仰 會有跌倒的可能 可是在上坡的時候不一樣 如果我的上坡 又會有一個斜坡的角度存在的時候 我還是維持90度 這個時候會這樣怎麼樣 稍微往後掉了 有發現嗎 如果我的腳跟我的身體 這個角度 是一個90度 就會讓我的身體是 會往後掉下來的 在這個斜坡的情況 我的身體重心 如果是依照地板的角度 成90度 就會跟地吸引力 失去關係 所以我們在斜坡上面的時候 我的這個角度 就會從90度 稍微往前傾 讓我的腳看起來是 好像有稍微往前壓 這個時候才會讓你的身體 軀幹跟地板 還是成一個90度的直角 才會有地吸引力拉住你 所以在上坡的時候呢 我們就必須要比平常的前傾角度 還要做更多 才可以把身體重心的重心 往前拋出去 所以在上坡的時候 除了用身體的重心跟地吸引力 成一個90度的垂直之外 在要往前移動的過程 還需要比90度更多 我就需要把重心再往前拋 這個時候才可以讓我的重心 有可能在上坡的時候 會有一個位移產生 所以在上坡的時候 大家記得 從原本的角度看起來 腳可能是90度 可能要上凹更多 所以為什麼跑完上坡 或者是你跑很多斜坡的路段 會覺得進前肌很痠 這跟你的身體前傾角度 也會有關係 所以第一個 在上坡的時候 大家要記得 你的身體重心 要比平常90度 前傾一點點 還要再更多 才可以有效的在上坡產生位移 OK 我們在上坡的時候 除了剛剛的這個重心注意之外 第二個重點 是你在往前移動的過程 要減少你的觸地時間 大家可以想像一下 我在上坡的時候 為什麼會很累 通常上坡都是這樣 很大步的走 然後步平很慢 這時候我的觸地時間很長的情況 大腿的觸地時間很久 就會很快疲勞 所以我們在跑步上坡的過程 要減少這件事情產生 所以把步距縮短一點 你就可以減少你的腳 從這個位置 把重心從後面比較低的地方 支撐起來這樣的負擔 因為如果你支撐小步一點 其實腿的負擔就很少 當我們在上坡的過程 如果我的這個軸距 兩腳的位置越大 我的力量就要從低點 支撐到高點的這個槓桿 就越長 這個時候身體所需要 出力程度 支撐的感受就會越快疲勞 所以我們必須把這個 軸距稍微縮小一點 讓每次出力的這個位置 可以稍微少一點點 肌肉其實就比較容易 從高的位置把重心帶起來 大家可以在原地試試看 當你腳很大的時候 要從低的位置 撐起來 是比較累的 但如果你的腳把它縮短一點 其實在往前的過程當中 就可以稍微輕鬆一點 可以想像你在走樓梯的時候 你一次走一格 沒有很累 你一次走三格 有點累 你一次走五格 很累 所以在不同步伏的情況下 就會直接影響到你的肌肉 受力的感受 也會讓你出力程度影響 所以我們在跑上坡的過程 就回歸到剛剛講的幾個重點 第一個把步屏加快一點 讓你的觸地時間縮短 第二個把步距縮小一點 讓你肌肉的出力時間可以少一點 這兩個情況維持的最後一個重點 就是把重心要往前推多一點 讓你結合小步 然後步居比較大的情況 還有重心要往前推 在上坡的過程 就可以減少你的腳出力的感受 如果你的腳很大步 你就會越跑越喘 出力時間很長 這個時候就會越來越累 第二個還有一個小訣竅 跑上坡的時候 擺手擺快一點 用你的擺手來幫助你的腳 步屏可以加快 所以手往後多 抬抬抬抬抬抬抬 這個時候在跑上坡的時候 就可以稍微輕鬆一點 如果手擺得很慢 步驅就會直接被影響 就會越來越慢 最後就要用走的了 所以大家可以嘗試一下 在上坡的時候 小步一點 頻率快一點 重心前傾一點 手擺快一點 就可以讓你的上坡跑起來 更有效率 那剛剛講完上坡之後 下坡也是比賽會遇到的一個重點 尤其在台北的比賽 很常在圓山滑坡過的時候 就準備下到北安路那邊 就是一個很長的下坡 會是一個比賽的至勝關鍵 如果你可以在這邊稍微加速的話 所以下坡跟上坡是什麼不太一樣 第一個當然是重心的位置 在側面看起來呢 一樣會是讓重心 要跟地板的這個地心力層垂直90度 所以身體重心會稍微有點往後仰 腳的角度呢 就不會是90度 可能會稍微有點往前 這個時候才可以讓你的身體重心 跟地板成一個垂直的狀態 當然如果你在垂到90度的情況 你就會往前掉出去了 所以要控制你的身體重心 稍微往後 因為畢竟我們這些集是新手友善 所以還是建議大家在跑下坡的時候 安全第一不要跑太快 所以第一個 把步屏稍微下降 因為當你步屏降低之後 你才不會有控制不住的可能 當你下坡的時候快到殺不住車 你就很有可能軟腳鋪接出去 所以記得下坡的時候 步屏降低 第二個把步距稍微拉大一點 下坡不可免除的是 一定會是我們比較不希望做到的腳跟著地 但不太可能不做腳跟著地 因為如果你做腳掌著地 它就會沒有煞車的情況 你腳就會哇 一直衝下去了 所以我們在下坡的時候 一定要先讓腳跟著地 讓你可以有效的煞車 重心往後 步屏降低 跟上坡就完全相反 這樣才可以在比較可以控制的範圍內 安全的跑完這個下坡的過程 當然下坡我覺得大家就亮麗而聞 因為如果你跑太快 你很有可能讓心率降不下來 你也很有可能讓你的腳 會有一些不舒服的情況產生 所以在下坡的時候 稍微把速度減低一點點 減少你的心跳負擔 或是對於你接下來的平路賽段 是比較有幫助的 OK 跑上坡的時候 我們通常會控制你的重心 稍微前傾一點 然後維持貨平快 手小一點 手幫忙擺快 就可以帶動你的腳往上抬 大腿抬的方向就是前進方向 所以大腿抬高一點 這個時候在上坡 感覺骨盆往前推之外 會比較明顯的呢 是你的腳都只有前掌著地 頻率快 身體重心往前 在這樣的情況下 就可以有效的帶動 你在上坡的時候 可以稍微省力一點 而且不會因為你的觸力時間太長 心率就變得很快 或變得很喘 上坡的時候如果真的覺得越來越喘 也可以配合你的呼吸節奏 吸吸吐 吸吸吐 OK 休息一下 接下來下坡 出發 下坡的時候跟剛剛完全相反 身體重心再往後一點 重心在你的直線的往後 才可以有效的把重心煞車住 第二個往前的時候 大部分都是腳跟著地 才可以有效的去控制你的速度 所以我要速度慢一點 我就讓我的重心往後多一點 然後腳跟不要太快 如果想要速度快一點 腳就往前多一點 速度可以帶快一點 那下坡的時候 盡量讓你白手的重心稍微低一點 不平才可以有效的下降 所以手看稍微擺大一點 好啦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新手三特區 教大家如何有效的去攻克 你可能現在覺得很困難的 這個上下坡的考驗 那在移動的過程當中 記得保持我們剛剛講的 上坡頻率快 步伏小 身體重心要往前傾 下坡就完全相反 頻率稍微慢一點 步驅大一點 然後可以讓身體重心往後一點 可以有效的做到煞車的動作 那只要在這上下坡做好這樣的跑姿設定呢 就可以讓你在移動的過程當中 可以減去不必要的這個身體負擔 才可以讓你在移動的過程中 不會越跑越喘 記得在上下坡的時候啊 如果你真的覺得很喘 第一個重點重要的就是把速度降低 讓你速度減慢了 才可以有效的控制心率 你不要已經覺得快不行了 然後還硬要撐 跟你講 那個心跳是很現實的 過了那個無氧的鬱質線之後 你就會瞬間拉得很快 這個時候你爆掉 會一去不不反 你需要花更多時間 讓你身體回到一個有氧的區間 會越跑越累的 所以上下坡如果真的有遇到 大家也不要害怕 不要覺得哇這很困難 就直接開始用走的變步兵模式 在上坡的過程 可以嘗試用我們剛剛教的幾個小妙招 讓你在移動的過程 不會讓你的配速下降太多 好啦 那我們今天就是新走散特區的上下坡特輯 希望對大家有幫助 我是有家洋隊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 如果想看更多關於新手 什麼有的友善教學 歡迎下方留言 那我們就下一支影片見囉 掰掰 Erik 等下坡特輯 SFX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